現在路徑是放在這個桌面上這裡 但未來如果說會變動,可能會放另外的地方 這個位置當然如果不是固定的 或甚至就是說 如果那個不存在,它會自動用MKDR可以新增的話 那會比較有彈性 所以理論上應該就是讓使用者去選取 所以後面最後我們會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叫做Furter Picker 就是可以執行的時候,先直接問你說 你的那個目錄在哪裡? 那你直接跟他講說,在我的桌面的VBA這裡 那當我選取這個目錄之後的話 他會把這個路徑直接怎麼樣? 直接就幫我存在這個S-PACE裡面 就是把這個路徑直接丟給S-PACE 那這樣的話呢,我就不需要每次都寫固定的 因為未來如果說你路徑不是固定的話 那你可能就會需要類似像這種東西 叫做,它的名稱叫做Furter Picker Furter Picker 不,我跟你講 Furter Dialog 就是跳出一個這個,這個東西叫Dialog OK 然後呢 我們就直接按確定 那底下的部分也是一樣 它一樣會幫我跑出來 就是直接跟我講說放哪個地方 好,一樣程式可以跑 那主要的話,改哪些地方 大概其實增加兩行就可以了 就是利用那個Furter Dialog就可以完成了 大家來看一下有哪些地方 可能需要做增加的部分 首先的話呢,剛剛這個路徑部分 這個路徑本來是固定的 但如果說未來我不要固定 我希望讓使用者自己去選 那我需要讓他自己去選的話 我可以再增加一個用Application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Application太重要了 Application 就是指的是Excel 它裡面有一個 子物件 或者叫屬性也可以 它有一個屬性叫做Furter Dialog 所以你打一個F,Furter Dialog就出來 然後呢 Furter Dialog前括弧的時候 他會問你說 你要跳出來的話 讓使用者選什麼 有沒有,選檔案 選資料夾 或者開檔或者存檔 那基本上我們是 怎麼樣 要讓他選一個Furter Furter就是資料夾 所以請你選這個 叫Furter Dialog的Furter Picker 讓他選 然後 後括弧一下 點Show就可以了 Show意思說 他會Show出剛剛的對話方塊 有沒有,Show出那個 Dialog出來 好,Show出來了 Show完之後的話呢 讓他選 選完之後 再回傳一個Excel 回傳什麼呢 回傳一個結果 比如說選的那個路徑給他按確定 那當然你要有個東西去接他 用Excel 這個我們自己取的名稱叫Excel 然後怎麼樣 就在這邊呢 把這個前面這一串 點Show前面這一串 把它複製下來 一樣是Application點Furter Dialog 然後後面點什麼呢 就是你要回傳什麼呢 讓他選完的 所以記得把點Show改成Select Items 意思是說 他選的那個東西的自串 幫我把它回傳回來 可是選的自串 有可能多好幾個 那你跟他講說裡面的第一個 輸入1就可以了 這個需要不是0 因為他這個好像不是一個 像陣列一樣從0開始 是從1開始 所以選的那一個 記得給他一個小瓜五一 他就把那個路徑給我們 那給我們之後以後這個路徑呢 欸就可以什麼 改成不是固定的 所以我可以把這個路徑刪掉 把這一串 這個變數放在這裡 記得哦 他選 他過來的東西一定是長這樣子 後面沒有這個 後面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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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斜線 OK 這等於根目錄 所以記得留這個根目錄 然後後面的話呢 記得加一個 space 然後空一個end 好 這樣的話就OK了 所以意思是說這個地方 我們就可以把它寫成一個活的 大概就 總共1 application.fi 這個地方記得是 forepick.show 然後把選到的東西呢 幫我丟到這邊 再幫我丟到這裡 串接就OK了 那今天主要 我們就先講到 下一個禮拜 後面的話還有就是要合併 還有其他像用outlook 寄信等等 反正後面的部分 下一個禮拜 所以如果你把這個問題 如果有 就是回去先試做 有問題的話 可以再提出來討論好了 OK 畫面先再還給各位 那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下一個禮拜的話 原則上我們應該就應該要做個大整體的複習吧 所以我也許想想看看前面講過的東西 也許可以再把它加進來吧 像回去的話呢 比如說我今天要把 今天假班到嗨班 十二個班 你可以把它改成前面的業務人員嘛 有沒有 或者是其他我們有下載過的那些資料 通通都可以分割嘛 也可以做刪除 也可以你要轉存 那這部分的話 我會去給多多練習 OK